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 我們剛介紹CS2的新環境後,可能會很混淆 它其中的配置怎麼都跟CSGO完全不同了 或是你面對到升級Source2引擎的遊戲後 整個電腦的效能大感吃不消 而FPS掉到了非常的低 那不論你是新手或者是老玩家呢? 今天的影片都可以一起從基礎的設定來做遊戲的優化 那我也會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設定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先來介紹一些基礎的設置 我們見到遊戲中的左上方的設定 先從影像欄位開始 畫面太過明亮是很多人詬病CS2的毛病 這時可以從遊戲中的預設亮度往下調整 我自己目前是習慣以70%的亮度去遊玩 覺得看起來也最符合CSGO原先的環境 再來下一個是畫面的長寬比 16比9跟4比3 這兩種長寬比的設定都各自有一定的支持者 哪一種比例是最好的也是一個爭議許久的議題 我分別都講一下各自的優缺點吧! 不同的畫面長寬比簡單來說 就是會影響我們所見到的遊戲畫面 我們現今大多使用的螢幕都為16比9的比例 所以進到遊戲中 自然而然的就會使用這個原生的比例來進行遊戲 畫面也讓人覺得最為自然 而另外一方面喜歡4比3的玩家 分有兩個門派 一個是畫面拉伸過後的4比3 另外一個則是有著黑邊的4比3畫面 所謂拉伸4比3就是用著16比9的螢幕 卻選擇4比3的遊戲畫面長寬比 我們很容易察覺整個遊戲畫面被拉伸開來了 這同時在你螢幕上所顯示的人物模型會變得更大 所以人物的頭也會同時被拉大 這會使我們手眼閒調上來說 好像更容易去集中更大的目標 也會讓人覺得自己好像描爆頭的時候更為精準了 但當然啦 這並非是遊戲中的人物實際頭部的Hitbox變大了 只是在你的顯示器上被拉伸而已 而這樣的遊戲長寬比有一個缺點就是 在你螢幕中的人物的移動速度 看起來會比16比9的畫面還要來得更快 而另外也有一派玩家們選擇的4比3遊戲長寬比 卻不選擇拉伸 而是用黑邊去遮去了許多不必要的畫面 讓玩家們就只更專注於瞄準準星周圍的畫面 使整個遊戲畫面更為集中 不少職業玩家如SHERO、JKS等 都是使用著黑邊4比3的遊戲設定 但黑邊會犧牲的就是那個被遮去的畫面 有時候很巧的偏偏那敵人就出現在那螢幕用黑邊遮去的地方 所以才會在職業賽場上看到一些有趣的畫面 我們觀眾用觀賽的視角16比9的畫面是看得到敵人的 而實際上選手用黑邊4比3是看不到的狀況 若你有想要嘗試以黑邊去做遊戲體驗的話 我們以NVIDIA顯卡作為教學 你到桌面右鍵點選NVIDIA控制面板 到調整桌面尺寸和位置的介面 選取縮放比例模式為外觀比例 並在下方覆蓋遊戲和城市的縮放比例模式勾選起來 這樣你在遊戲中調整成4比3的長範比後 螢幕上就會有黑邊了 我自己是一貫使用16比9的長範比 從來沒有改動過 這每個設置大家都可以去調整玩看看 看哪一種最適合你自己了 而下方解析度可以依照自己的電腦 以及螢幕的校門去做調整 越低的解析度 換取到的就是更好的畫面刷新幀率 我自己玩起來認為是至少要有穩定破百的FPS 才能夠有足夠好的遊戲體驗 由於我們玩的是射擊遊戲 所以幾真的差異對我們來講遊戲體驗實際上還是會有影響的 而現在CS2是個人需不斷優化的遊戲 調整是個很惱人的事情 所以能的話還是建議去調低解析度 去追求更穩定的200-300FPS為目標是最為推薦的 而許多職業選手呢 縱然已經使用了極高效能的電腦 但為了能夠達到最絲滑毫不調整的遊戲體驗 如Simple依舊在1280x960的解析度下 以4比3拉伸模式下去做遊玩 所以在滿足了一定FPS後你們都可以自行去調整最適合自己的解析度 而在打競技時 我一律推薦只使用全螢幕的模式下進行遊玩 也是最能提升效能的模式 重新整理速度這邊能調整多高就有多高 基本上這會隨著你的顯示器的不同而改變它的上限 但若你的螢幕有240Hz的刷新率 選項確責60Hz的話 去顯卡控制面板調整一下重新整理的頻率 或者是再調整不同的解析度應該就會解決 進到進階影像 我這邊就挑幾個最重要的出來說明 首先必須要關閉的就是垂直同步 簡單講一下 垂直同步的本質就是拿延遲來換取畫面的完整度 是強迫顯卡要完整的輸出一張圖片後才能繼續輸出下一張圖片 藉此來避免畫面撕裂的狀況 但這就直接會導致了你在顯示器所看到的畫面 和實際遊戲內的情況會有了差別 而這幾微秒的差距可能就會導致你在遊戲中的對槍落敗 操作也會有所延遲 所以這在FPS遊戲中反而是個致命的缺點 雖然現在也有另外一派說法 由於CS2的優化還不夠完善 開啟全時同步還更能將遊戲優化成像 CSGO的體感 讓我自己玩起來感受還是關閉來的更為流暢 而其他的設定可以就隨著CS2 他的建議推薦值去做修改 很貼心的 他有一個影像的預設值可以去做選用 就按照你的設備需求去做調整吧 但有一個設定要特別的留意 就是全域陰影品質一定要調整到高以上 在CS2中所有的人物都會有實時的陰影顯示 雖然說在低的設定中 室外仍然可以看到人物的陰影 但換到了室內後 陰影卻消失不見了 調整到高以上 陰影才會重新再顯示在畫面上 而室內的陰影顯示會帶來給你遊戲上不少的優勢 所以這個設定雖然會犧牲掉一些電腦的效能 但我覺得還是蠻必要的 除非你的電腦真的已經卡到沒有的遊戲體驗 這時再把它調整成最低的設定吧 而當然啦 還有一個更簡單以勞勇易解決卡頓的方式 就是直接升級你的電腦啦 我自己也是為了獲得更好的遊戲畫面可以做剪輯 在透過異名實況主以及晨曦電腦的專業協助下 讓我這個電腦白癡 也能夠打造一台適合自己剪片 錄製以及遊玩CSA的電腦主機 假如你們有這方面的需求 不妨加一下您主播的LINE 或是直接到北中南鬥門市的晨曦電腦 馬上就開始諮詢 跟不斷卡頓的遊戲從此說再見 不要再讓硬體成為你上大地球的阻礙了 那讓我們繼續回到剛剛的設定優化 粒子細節也建議可以調整成低 我們從左邊顯示的圖片中就可以看出來 煙霧比起成高的狀態 是看起來沒有那麼濃密了 這可能會在你遊戲中會有一些小優勢 而環境遮蔽這邊我推薦 如果電腦效能還OK的話 可以調整成中或者是高 這會影響到的是人物跟環境之間的互動光影 有機會可以帶來一些小優勢 而下方的FSR 如果你調整成效能的話 從左邊的圖像就可以看到犧牲了不少遊戲畫面品質 但會提升你不少遊戲的幀率 但若你沒有這方面的煩惱的話 建議就調整成品質以上的選項了 而HUD我自己會習慣往內調一點 因為這要讓我看雷達、看子彈或是血量的時候 不需要讓眼睛看到最角落才能獲得這些資訊 讓自己在競技的時候專注力可以提升些 接下來到音訊這一區 CS2 在最近幾次的更新中 新增了過去CSGO沒有的選項 像是EQ 調整、左右聲道調整 但我自己實際測試過後 覺得各個選項其實差異並沒有到那麼的大 簡單來說 若你想要降低你的耳機音量 但又不想要錯過太多遊戲中的聲音資訊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CRISP 模式 這個設定會加強你遊戲中的中高音頻 而若你的耳機音量開得很大 常常會覺得很刺耳的話 可以調整成Smooth模式 去降低你的中高音頻 而我自己是想維持跟CSGO一致的環境 選擇了Nature 不做EQ的調整 而獨立的左右聲道調整 若想要維持跟CSGO一樣的音場 可以維持0%的設定 但若想要聽更清楚左右方向的聲音來源的話 可以適量的提高 但取而代之的是 就是左前左後、右前右後 這種更為精細的聲音來源 可能就會變得比較沒那麼清楚了 而下方的音樂音量 我基本上都是關閉的 除了這個10秒警告音量 我十分建議一定要把它打開 這樣若你在殘局回房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順利把這個炸彈拆掉 還是要去逃命寶槍了 若你沒有拆彈包的話 你一聽到倒數音樂響起時 卻還沒有開始拆包的話 你就趕快去逃命吧 再來到下一個遊戲欄位中 配對最高延遲允許數值 這也是你能夠接受的最高PIN值 這會影響到你玩遊戲時所能排到的伺服器 而它現在也很貼心的附上 對應可連線的伺服器的延遲 可以參照比對下 調整成一個既能夠排得到人玩 又不會太高的數值吧 我自己是建議調整到60到100之間 不然若排到了200PIN的歐洲伺服器 那玩起來真的是太痛苦了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啟用開發人員命令列一定要打開 這個是CS系列特有的系統 玩家可以輸入一些指令碼 直接調整一些設定 或是對於一些私人房間的一些快速設定 像是開啟作弊啊 我們都可以在座這邊去做調整 而這一點我們會放到下一部影片再跟大家做介紹 而這選項打開後 按下鍵盤的左上方的波浪符號 就可以輸入指令啦 我們拉到通訊欄位中 我們把允許動畫個人圖示這個一定要關閉 因為我覺得這個相當礙眼又會降低你的電腦效能 建議把它關掉 再往下方到物品欄位 卸下M4A1S跟USPS的消音器 這個我建議是直接關閉啦 除非你真的不想要使用消音器 不然的話在基站的時候 不小心右鍵點到卸下消音器的話 這真的會讓人崩潰啊 在職業賽場上 這類的案例可說是層出不窮啦 而雷達的設定 先說雷達的存在目的就是要讓自己知道隊友的位置 以及可能在地圖上顯示出問號的敵人位置 好讓你透過雷達就可以去做應對 所以我們的目的是想要讓整張地圖的資訊 都可以順利的顯示在雷達上 我自己是調整成1.05的尺寸大小 以及0.4的最小縮放 並且雷達以玩家為中心設定為否 並且不會隨著視角所轉動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能符合大部分的情形了 最後來到了鍵盤設置 這很多都是個人喜好了 只有一個建議 要把跳躍鍵設置成滾輪向下 或者是滾輪向上 這樣子對於在CS中的升法移動上 成功率會高上很多 也較好去學習更進階的連跳技巧 而最後我們再回到了桌面 右鍵選擇NVIDIA控制面板 我們要到管理3D設定裡 去針對CS去調整它的光域3D設定 好讓顯卡能夠在預期CS2中發揮最理想的效能 在程式設定中 若沒有找到CS2的話 也可以選擇新增應用程式 而畫面上其中的設定 各位可以直接參考照抄 由於這塊我也不是專家 就不多做解釋了 就是分享我在REDI上面找到的推薦設定給大家 有需要的可以按下暫停 一一再做調整喔 而希望今天的介紹 有幫助到你調整最適合自己的CS2設定 雖然說直接複製職業選手的設定 是一個很快速很方便的一個做法 但要知道很多設定都是相對的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設備 也有不同的環境 沒有所謂的最佳節 所以還是可以經過不斷的多方嘗試 試試看能不能找出最適合的那一個設定吧 那我是比利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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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